回到今天的第二节 第二节就是 关于一些转会的传闻 也不是太多的消息 因为这个转会枪一来非常短 因为世界杯联的原因 今年转会枪关闭的日子是特别早的 因为今年是第一年行新制 英超旧季开来之前那天 转会枪就关闭 并不是以前那样,踢了两三回合 到9月1日才关闭 所以转会传闻就没什么新东西 仍然是说 Hary McGuire,Haley McGuire和Rabbit Rabbit是克罗地亚的右边高球员 V经常跟我说 他觉得这位球员也帮助了很大 稍后也会说说这两位球员的转会消息 这样 对呀,顺庭也提醒我们 星期六五点 霜雄会国际杯 是不是星期六呢? 我印象中是我们香港时间的 星期日的凌晨五点 让我看看 霜雄会 对呀 星期六的 半夜五点 亦是星期日的凌晨五点 即是星期六晚 星期六晚睡觉 你凌晨五点凌晨 就是这样 先说回转会 哈里密加亚 这单转会 暂时来说 都真是未有任何 很肯定的讯息 因为我们收到的 不同的报道都是 上上下下 又来又不来 首先跟大家说 第一件事就是早两三天 曼斯斯特晚报就叫了 这个dailymail的一个记者 叫Chris Willa 他就说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得到的消息 就说密加亚很相信 他是会来曼联的 8月9号转会枪 关闭之前 那就是 当然但是曼联要给一个很大的转会费 才会买到这个球员 这个就是早两天的情况 因为我记得这个报道 星期日清晨5点会更清晰 几乎 好 这个转会就是 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个报道呢 据我记得 Honey McGuire就是 放假 回报道的时候 或者回到英国 被人捉到他说了几个 实际上他没有说过 他来曼联这个 无从技巧 好了 昨晚 突然间有个好似好消息 曼部编辑部和几位漫迷 都报料给大巴 就说 看到Sky Sports的报道 曼联就行动了 落必落去找 哈里麦加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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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说 咦 好像是好消息 因为 曼联 木仔刚刚放假 回来 可能就行动了 收购哈里麦加亚 这件事开始进行 但是 这个又是说回那件事 这个Sky Sports的报道标题 就是这样 但是 很开心的一件事 无论是晚报编辑部的朋友 或者报料的漫违 甚至乎大巴都是一样 我们看到这个标题 很开心 但是当我们全部人 看入内闻里面 就发觉 有点失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原来标题就说我们Action 去找哈里麦加亚 但是内闻 很早 第2、3段已经说了 但是李斯特成就已经说 哈里麦加亚 是 非卖品 他就说 由于他们已经是没有了Miraz 就是 忘记了中文名字 去了曼城 所以李斯特成就说 他们 就不会 不会卖哈里麦加亚 所以这个又是 标题 和 内闻 那个 信息 基本上是相反的 所以大家都看完内闻之后有点失望 OK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是审慎 我自己的偏向乐观 为什么这么说呢 马列斯 麻烦你 这件事就是这样 我觉得 李斯特成 卖球员 都有他一套的手法 尤其是赢了英超冠军之后 两三届之前 三届之前 赢了英超冠军之后 他们都觉得自己的球员很好 所以就不会卖给李 第一 价钱一定是标得很高 第二 搞一大轮 才会去转会 李马列斯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搞了一大轮结果 好像价钱差不多 没什么高到价钱 但终于都去了曼城 所以在李斯特成买球员的确是不容易的 这件事可能需要少时间和他周旋 但是我们在这个下季转会枪 需要中坚 我真的不敢说有没有能力即时买到 我觉得这次是考目的功力 但是 相反来说 虽然李斯特成说 当然是非卖品 但是这些情节 我们在转会市场都见过不少 非卖品是这一刻 球会辞职会会说 没错 我们在7月26日 就说过哈利麦瓜是非卖品 但情况不同了 隆门的东西 随时都可以搬 只要 价钱对 他们也觉得有缔保的球员 我相信 他们就会放球员 大家不要忘记 在后城转会过来李斯特成的时候 李斯特成只是给了1200万磅 老实说当时我知道这个转会消息 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 为什么这个球员这么好 起码身形上和斗心上 他在后城的时候已经表现了出来 万团不出手 因为这样的价钱 绝对是超值 结果现在就好像Kevin说 感觉很贵 因为 据问我们已经出价到6500万磅 但是 李斯特成 根据Sky Sports的报道 都是不为所动的 所以 暂时来说的情况 不是太乐观 对 表面上看不是太乐观 但我自己 觉得是可以有点点审慎 偏向点点乐观 原因就是 很多时转会的东西 讲得太白的 传得太多的 反而就 比较上 也不太稳定 这些 可能有机会 有得谈 但是 我刚才也说过 跟李斯特成买人 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他们三届前 拿了冠军之后 信职卿问我一下 简迪当年买给车仔 是否便宜了 以现在来看 当然是 但又不能这样比较 因为 控制会市场的 确 简迪组组会后 完全是瘋了 尤其是尼玛那单单 转会市场 是 我只能说 接着就是 第二单 加罗地亚球员 Anti-Rabbit 这个Sky Beat 我初初不知道是什么 但万宝编出报的朋友 很好 他发现了原来都是Sky Sports 的分支 所以这也算是Sky Sports的报导 哈罗地亚球员 Rabbit 我们落了B 出了4400万 作为逆风 他可以打左 可以打右 我曾经跟一些漫迷 讨论过 这个球员 我有看世界杯 踢得是不错的 但级数上 是否能够 得到万元的正选位置 尤其是我们之前一直说 卫尼安卫尼安 所以我在这里 想和大家 作出 和漫迷的一些讨论来说 说 几个重点 关于他和卫尼安的比较 昨天也说过 所以前日 卫尼安是有机会来的 年纪上 Rabbit比较优胜 他年轻一点 卫尼安近30岁 如果说能力上来说 其实卫尼安的所有 进攻前锋的能力 是个人的能力 是比Rabbit优胜的 老实说 亦都是高 我觉得也有一班 大家可以评论一下 如果你们觉得不是 是个人技术上是 卫尼安优胜 但是Rabbit亦有一个好处 就是 在执行力上高 执行战术的能力 是相对来说强的 因为始终 他是一个克罗地亚的球员 克罗地亚球员一般都有这个特性 就是他的执行力比较强 如果领导一个指示给他 他会做足100分 甚至超过100分 大家在世界杯看到克罗地亚 整队的表现 一定有这个感觉 OK 所以在执行力上高 他就会比卫尼安好一点 卫尼安也不差 老实说 卫尼安也不差 但是相对来说 他可能会好一点 还有最后 另外一件事 Rabbit就比较上 肯做防守 比较上 攻守方面的平衡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 这件事也是相对来说 比卫尼安好一点 所以这两位球员 刚才听我说的几件事的比较 其实 情况也不是相差很远 因为 Rabbit 强的地方 比卫尼安好一点的地方 的确是我们需要的 尤其是比较適合摩尼奴 这个领导 但相对来说 卫尼安的技术方面 尤其是个人的能力 的确是比卫尼安好多的 所以 所以 就算喝我们选 其实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去思考 去分析才能 分得出 究竟哪个好一点 以及价格上也有分别 这里 只是4400万磅 但卫尼安肯定是 即是说真的 现在就说6500 我觉得没有7000也不用走 所以价钱差不多double 但是年纪又大一点 所以 的确是 其实 我跟万迷谈完 我第一个感觉是不够班 但跟万迷谈完之后 可能是 是一个选择 究竟是什么呢 究竟是卫尼安 还是两个都不来呢 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希望 差不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希望有好消息 另外最后的关于转会 信聪兄和 Nokhan 都说 新早就多数都不来 信聪兄应该看到报道 新早说斯朗加盟 不想走 所以 这件事也是有趣的 有些升级球员来加盟 的确是吸引到其他 球员留下或加盟 所以 这件事大家都要留意 还有为什么有很多时候 管理层或领队 很想买升级球员回来 也是一个原因 OK 这一节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